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Deviv Podcast 然后呢 今天我跟Delia 我们要一起来讨论就是 加州的这个market trend 因为毕竟我们是加州的licensed的这个real estate agent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废话就先不多说 因为东西资料非常丰富哦 我们就直接jump into 对 干货超多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jump into 第一个slide 我们就来先讲这个 加州的这个 目前的market trend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十月份嘛 所以这个资料的话是九月份 新鲜出炉的 好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加州的housing marke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是California housing market的一个snapshot 我们可以看到medium sales price呢 大概是在84万 OK 八十 Yeah 八十四万 我是中文 然后呢 unsold inventory index 就是现在是大概2.8个月的存货量 就是房屋现在在市场上面 大概是有2.8个月的这个数量 然后大概是卖的时间 就是需要多少时间 就是这个房子会成交 是大概在18天哦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是 负33.3 表示它是更 时间更少了 之前好像 时间还比较多一点 然后这边medium sales price的话 是涨了3.2个percent 所以大家一直还在想说 哦 是不是钱会 房子的价钱会下降 到现在9月份来说是没有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sales的部分哦 sales的确好像有 就是买卖的数量哦 有低 OK 买卖的数量是比去年的低 这边可以看得到每一个月哦 从05年一直到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2023年 它这个是每一个quarter会做一次 OK 所以呢 可以看得到就是 这个sales低的原因是因为 mortgage rate一直增加 所以因为mortgage太高了 所以呢 sales的就是成交的数量是低的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呢 我们南加州还是占加州最大房屋买卖的一块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 呃 投资的话 加州就是南加州这边还是最适合的 OK 43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哦 那家 呃那个旧金山是另外一个大家很知道的地方吗 那他大概占加州的这个房屋买卖的20%哦 OK 所以 而且旧金山的房屋真的很贵 所以南加州还是是比较多人买卖的地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价格的部分哦 这个就是大家在想说 哎 价格是不是会变便宜 可以从看到9月的时候并没有 他一直一直 OK 05 06年的时候是是很高的嘛 然后后来08年不是有一个crash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往下了 然后从08年开始的话 其实房屋是一直一直都在往上攀升的 OK 所以房屋并没有变便宜哦 再来这边是condo的部分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condo的部分也是一直一直在往上加的 OK 所以可以看到2022年的时候平均的这个价格是62万 现在到2023年已经就涨了3万块钱了 所以如果大家我就不晓得有哪一个 你觉得有哪一个投资项目是可以在一年之内涨这么多的 3万块等于一个人的薪水了吧 一年的薪水 对可以基本上是 嗯 OK 所以这是condo的部分 然后price growth的话呢 这边是condo 灰色的这条线是condo哦 然后橘色的这条线呢 是这个single family home 就是独栋的房子哦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 呃single family home是在涨是没有错 21年的时候涨得超级高的 可是你现在可以看到哦 就是涨幅现在condo跟single family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呃房价的确跟21年的时候比是有往下的这个 但是我认为还是是调整哦 你看它并没有到真的负很多 那这个五月付的这一个是因为mortgage从那个时候开始涨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呃房价有一点点往下 但是现在又回来了 所以房价并没有呃像大家说的就是会继续往下跌哦 再来我们看是这个price per square foot的这一个record 嗯到九月那这边的话也要我们这边看到每次这边这个dip 都是就是那个时候08年的那个crash的那个dip 但是现在这里都是往上涨的 这是price per square foot 所以一尺的价格也是都是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graph呃在7月呃2023年的7月份大概呃相对来说price per square foot是450 还是啊差不多是450吧 对 然后最低的时候看看呃 呃 零九年那个时候是跌到150个square �ate 所以其实呃有在增长 对一直有在增长 嗯 你想这个其实在这个这个算你看零九年到二三年等于大概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呢 它从150涨到现在 我们说这边 这边average是写417啦 所以那我们就拉最高的450这个 它这样涨了是 等于是翻了 有没有快两倍半 反正就是翻了 很多倍 OK 好所以这边是 price per foot的gap 这边可以看到是 single family跟condo的 这个是我这一次 这一集特别想要 讲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蓝色的线 是独栋的房子 condo的线是灰色的 你可以看到price per square foot的 那个single family home的 是417的average condo是566 差了150块 condo并没有比较便宜 而且涨幅更多一些 有没有 当然因为它比较小啦 所以小一点的房子 也会它的price 本来就是price per square foot 本来就会比较高 但是这里就是可以看来说来 price per square foot是这样子 对我刚才也在想说 这个差距其实也有是 那个condo是比较小的原因 那个house会相对来说 比较大 但是还是看到condo的 potential是很高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边的gap 这里比较小 这个gap越来越高了 OK 所以mortgage payment growth 这边是讲这个 因为mortgage太高 现在一直在涨嘛 从去年的三个多percent 到现在的七个多percent 所以这边的话 它的确affordability 大家就是现在 不是说不能买或者是怎么样 而是买不起 因为你要还的款变多了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看的是 price 这边是价格的部分 可是你要还的款 是45.4个percent OK 最后这边是inventory的 我们要看的是 现在inventory 其实是最大的challenge 在南加州 就是我们这个 07-08年 就是又是那个crash的时候 是最多inventory的 因为那时候全部都出售嘛 就抛 因为付不起房贷嘛 所以全部都在卖 所以那个时候是最多的 16-17个月 可是你看 从那个以后 08年的5月以后 它就是drastic 这样 从09年以后 从来没有超过 6个月最多吧 所以其实一直都有 inventory的一个shortage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个basic的business concept 就是你的supply versusdemand demand很多 可是supply不多的情况下 price只会一直往上涨 所以因为我们的inventory太少了 所以price 大家如果一直想说 会不会往下降的话 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demand一样的多 可是inventory却很少 然后这边是active listing 一样是在讲inventory 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是零 我们现在是在9月嘛 这边的 所以跟去年的比的话 房子的这个active listing 也降了非常的多 然后new listing 在过去的15个月 是一直往下跌的 就是这个slide 是不是代表说 新上市的房源 就是过去15个月 就是其实没有很多出来 就是比以前的就少很多 对对没错 你看18年的时候 是有26万个房子active listing 到现在2023年的话 是17万 其实减少了快1万个房子 在市场上面的 所以它是负成长 负9.4%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这一张slide呢 大家要看的是说 这个我们就看9月2 09年今年的9月的部分 它成交 sorry 它成交的这个部分 是17万 但是实际上 就是这些房子 卖掉了以后 在市场上面的是 只剩14万 讲错了 讲错了 sorry 反过来 橘色的是sales 橘色的是14万 成交 但是new active listing 只有17 然后去年的9月 是特别的 这个中间才只有 1000个房子的difference 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多的inventory 在线上啦 就是它成交了以后 并没有马上有其他的 新的房子 房源上市 所以中间的房源的 那个gap就是很 很小 就没有那么的多 OK 这个是listing by region 那我们这边是South California 那这边是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San Francisco 旧金山的 就是加州的最两个 两个最大的 买卖房屋的地方 这边是6000 去年跟今年比 差了6000个 所以times on market 这边是加州多少时间会卖 这个就一开始 我们有讲的那个slide 现在的average days 是18天就可以卖掉一个房子 那去年的时候呢 反而是要27天 所以现在虽然房子不多 然后房价又比较 就是贵 或者mortgage比较贵 OK 但是实际上 房子很快就卖掉了 更快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slide的部分 因为Dilia有特别讲说 我比较好奇的是 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住的的 这个South California 这个附近的房子 现在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个毕竟 还是是加州整个的嘛 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我们的朋友啊 然后我们认识的客人 他们主要都是想focus 在某一些地区 就是我们LAA South California 一些华人比较多 比较方便的地区 因为大家也知道 华人其实蛮有钱的 所以他们要求的一些 好学区房啊 然后一些安全 比较安全的 好像Arcadia 或者Irvine 这些很受欢迎的华人地区 他们最近的一些data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 每一个每一个城市的 这个的细项的那个房源啊 卖的多少啦 这些的 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OK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Los Angeles County的 这个是Single Family Home 所以今天我会把Single Family Home 跟Condo的这个两个部分 会拆开来 所以这边是Single Family Home 这个是Los Angeles整个县 OK 整个县的这个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Medium List Price 大概是一个million多 OK 然后New Listing啊 这些的 Price per Scroft 这个696块钱 然后Average Day 是89天 这个Los Angeles County 因为它是 它是整个大的县市 所以它有 卖得很好的时间 跟卖得很快的时间 所以这个是一个Average 那Medium Rent 大家可能想要知道 大概租房子 在L.A.的话 租房子大概是要多少钱 五千 五千五百块 我觉得好贵 因为Mortgage也差不多 也五千多吧 OK 所以这边是Los Angeles County的Condos Condo的话就便宜一些 这边是两千八的 如果你要去租的话 在Los Angeles County 租金大概是在两千八左右 然后呢 Condo的价格 是稍微便宜一点 所以大家其实这个 一个Million以内 都是比较多人 可以 可以 afford的 所以这边大概是 七十八万左右 OK 那 我们来 接下来看 接下来看的是这个 Orange County的部分 Orange County的话 其实比较贵 这边是 一个Million 快两个Million了 OK Medium price for new listing 现在是 1.3个Million Price per square foot 是七百三十二 所以跟Los Angeles County 比的话 Orange County 是比较贵的 然后这边的房子的出租 是五千五百块 所以 租金是差不多的 可是房价来说 是比较贵的 那Orange County的 这个Condo的部分 是这个 它的Average Condo Average 是大概八十五个 八十五万 然后Price per square foot 也是比Los Angeles County 多 六百三十二块 然后 Medium rent的话 是大概在 三千块左右 OK OK 所以这个是Orange County 所以我们现在是看一个 Overall的County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细分看 你觉得我们想要从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个 City开始看起呢 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 反正就是 可以先从 最熟悉的Alhambra也可以 OK 好 那我们就Alphabetical order 这样讲下来 好 所以Alhambra的话 我们先讲Condo的部分 Condo是七十万 然后 然后Medium New Listing 反而比较贵 比较多 是七十六 OK Price per square foot 是五百六十八 然后 Medium Rent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租房子 在Alhambra的话 大概是在两千三百块左右 OK 所以这个是Alhambra Condo的部分 那如果Alhambra Single Family的部分呢 它也是 Listing Price现在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大概知道的就是 目前Listing的时候的这个Strategy 都是可能是会比实际上面的价格 再高一点点 但没有很多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觉得房价要跌 或者是怎么样 New Listing 因为现在的房市是比较不太一样的 所以Real Estate Agent又做的一些方式 通常应该会是比较是把房子 价设的高一点点 然后呢 让大家有一点点空间去做一个傻假的动作 那所以这边实际上的Listing Price 是90 也是在一个Million 并没有差那么多 就六万 六七万块钱差别而已 然后 Medium的这个Rent 房子的Rent是大概在两千九百块 所以在可以看得到Alhambra的话 Condo的出租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是一个Investor 去在Alhambra买Condo 你的那个Rent的钱大概差不多 OK 所以那我们第二个来看Arcadia的部分 Arcadia这边的话 我们Rent是两千八 然后一样 所以看到一个Trend了没有 就是New Listing都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然后实际上后面的Listing Price 是 就是这个 1.099 就是差一点点 没有 这算差蛮多 因为比较贵嘛 所以 所以Condo在Arcadia非常贵哦 等于像是一个 在其他城市的 一个Single Family了 有没有 都要一个Million了 而且最近 就是其实Arcadia 加州基本上都是了 Arcadia地很少 可以重新建新房子的地更加少 所以现在都会推出很多Condo或者PUD 因为它学区真的是很棒 最近的一个 传美国一个学区的评估 Arcadia应该如果没有记错是传美国排行第四的好学区 所以呢 一下子就是找不到这么多的地皮去盖新的房子 就很多建商就是推出 以Condo啊 PUD这形式 所以应该就是 新的都会是Condo跟PUD 而且这边的话Arcadia Condo 的确是在这个价格 甚至更贵哦 因为我有看过一些Arcadia的这种 它是 它叫Condo 可是它是Detached Condo 所以它现在出很多在Arcadia 是这种Detached Condo 它很像Single Family Home 但是它其实是算是Condo的 所以它 然后我看到的话 它的那个价格是比这个高的 至少1.3 1.4个Million都有 所以是真的是像一个 Single Family Home的价格 OK 那我们这边看Arcadia的Single Family Home 看到没有 Single Family Home 反而它的New Listing Price 是一个Million 然后Listing Price 反而比较高哦 那这个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 它这个是New Listing 它比较是老一点的房子啦 它上市 现在可能是一些 比较老的房子上市 然后 那因为它Arcadia 在山上面有非常多豪宅的部分 所以这边的Average出来的话 这边Listing Price 实际上的是大概在2.8个Million 但是最近上来的New Listing Price 是在一个Million 然后这边的那个 在Arcadia的Rent Average的话 大概是在5100块左右 OK 然后这里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Arcadia的话是Slight Seller's Advantage 就是不是完全的卖家市场 所以其实Buyer有一点点Say的 这个是代表什么 就是Buyer你有一点空间可以去谈价格啦 OK 再来我们这边看Diamond Bar 我们跑到东边来哦 东边这边的话呢 它是New Listing Price是1.3 这边是Single Family OK 1.3个Million是它的New Listing 然后Listing Price是1.5 就是Average的Listing Price 所以新的Listing有降了下来一点点 560 然后Rent大概是3500块左右 也是Slight Seller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Single Family的这个 比较不是那么的卖家市场了 所以买家有多一点点Say 但是这边还是算 就是Slight Seller's Advantage 所以卖家说他不想卖 没有到这个价格 因为实际上他要卖的话 他也要必须要去买其他的房子嘛 那有一些人可能觉得 他用同样的价格 他买不到更好更棒的的话 他也还是会就选择不卖了 所以这个40亿代表就是说 比较可以 Buyers有多一点点的Power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一个Seller's Market 只不过相对于其他一些地区 因为可能它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买家可以在 那个买卖的程序当中 可以有一点 Negotiation的空间 对 因为你是一个 Strong Seller的Market的时候 就代表 Seller说什么就是什么 Buyers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谈价空间 对吧 就是即使 因为现在Mortgage比较高 所以的确Buyers的 钱在Buyers的手上 他要不要买 所以大概是在这个 因为就是前几集我们也有提到过 就是因为现在的Mortgage的情况 很多就是想 就特别一些比较贵的一个 Single Family的owner 他们也要想办法 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吸引到一些Buyers 去愿意买这高价的房子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他们的 Negotiation Power就没有那么多 没错 好 这边是Hysander Heights的Single Family 所以也一样 它的Listing Price也是降来一点点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讲的说 是不是Price会往下一些些 但是就是你看 都是一点点 你没有真的是大家想象的 一个什么Market Crash之类的 这个的话就是 其实实际上的Listing Price 还是是在一个Million多 它只是New Listing 这边的话代表 我觉得如果看到这个的状态的时候 就代表 其实房子卖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到 New Listing Price是比较低的 然后实际上Listing Price 这边是Average是比较高的的话 我觉得这边的Strategy 反而就是说 Real Estate Agent 他是把他的这个价格 List的比较低 然后让大家多人来看 然后把价钱拱高 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那这边的话是3700块 然后Hysander的话 可以看到这边是 Strong Seller's Market 所以其实是买家 比较有这个画室的权 这边是Hysander Single Family OK 这边是Irvine OK Irvine的Condo 我没有写Hysander的Condo 的原因是因为Hysander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买Single Family 所以Condo的价 就是那个 那个没有特别List出来 那这边的话Irvine有Condo 可以看到它的New Listing Price 跟实际上的Listing Price 是一样的 1.2 然后Rent是在3600块 这边这个Irvine的话 是Orange County的这个 属于Orange County的这个 然后可以看到 这边的Seller's Market 也75哦 所以基本上就是Seller 说要多少 就是因为这个真的 我想大家如果现在 有在观察 这个加州市场的话 很多人都要买Irvine Irvine非常非常的hot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的关系 所以Seller's就是 可以拿巧多一点 OK 然后Single Family 也还是是Seller's Market 那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是New Listing Price 它是有点一点点 然后Listing Price是2.3 然后这边Rent 也是5300块左右 这个是Los Angeles的City 这个就等于像是 比较像Downtown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住 Los Angeles Downtown 之前在很久很久之前 可是十几二十年前 Los Angeles的这个Downtown 它有High Rise啊什么 可是因为它有点 治安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它的房价 其实是比较偏低的 可是最近 尤其因为我们现在马上 Los Angeles要有一个奥运 下运 所以City 就是整个加州的政府 或者Los Angeles City的政府 是在清理这个Los Angeles的这个 至少Downtown啊 因为会有很多人来观光啊 然后也加了非常多的这个运输的这些 像一些Transit的东西 加了非常多的站啊 很多的线啊 什么这些 所以现在Los Angeles的这个Downtown的房价 是往上攀升的 OK 所以并没有很便宜 这边可以看到是83个Million 92 当然跟其他我们刚才看的那些City啊 或Irvine来比是便宜 可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样子 要不然一般的话啦 在Downtown应该是比较贵的 对吧 是 因为如果我们看它的 per square foot的价格 其实是738 那比之前的那些 其实City 我觉得这是暂时来说 我看到最贵的一个 因为它的房子相对来说 也比较小 而且它是就是 uprise 就是比Downtown的话 现在都是这种公寓的 是这种一层一层的 然后而且要知道的是 在Downtown的话 这边是condo嘛 所以这种apartment的 这个在Los Angeles County的话 不是City 就是Downtown的这个 他们的HOA非常的可怕 都是大概1000多块起跳一个月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take into consideration 然后大概rent的话 可是rent却只有2800 所以大家这个要投资的话 考虑一下 就有更好可以投资的地方 City 我是说城市的话 那Single Family的话 在Los Angeles的这个 这边的话 都是大概在1.5左右 Price per square foot 是830 所以现在的Los Angeles The City 我觉得就是过去的 大概六七年开始 越来越高价格 这边的话是6000块 所以如果是Los Angeles的话 我会建议不要投资在 condo跟single family 不要投资在condo跟town home 投资在single family 你的出租也是比较贵一点点的 但是这个也要看 我觉得你不觉得这也要看吗 因为2000多的话 比较一般人比较好租 这个应该是豪宅的等级了吧 两千块 我是一直在觉得 特别是在Los Angeles 这些比较business 比较多工作机会的地区 会有很多 败来的一些年轻人 去找一些工作机会 所以呢 他们可能主要是想找一些condo 或者apartment 或者如果是 一个太大的house 他其实一个人也住不下 除非他可能 sub lease out which 有些lander是不允许这样子做的 可能就是 condo或者apartment 会比较受欢迎 所以如果你是投资single family的话 也许有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贵 一个人是负担不起的 除非是什么 公司的CEO 是公司帮他出钱之类 这种的话 比较有可能是你的房子 要分租出去 就是 我所谓的分租 不是让 房客自己分租 是房东自己 比如说里面有四个房间 那你就是四个房间 分开来租出去 然后每一个房间 租个什么 一千五之类的这种 可是你知道这个调节很麻烦 所以我也是不太建议 OK 好 这边是pasadena 这个是pasadena的condos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pasadena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喜欢居住的地方 所以也可以看得到 它的new listing price是偏低的 可是实际上这边的listing price是95 它的sellers跟buyers market 这边是strong sellers market 所以pasadena还是现在也是一个很hot的地方 然后the rent的话大概在两千九左右 如果来pasadena的话 我会建议在 因为pasadena有几个非常好的学校 它的有一个caltech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pasadena的city college 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library 所以它那个city college的话是可以 就是让那些外来的学生学英文的 比较多会去上那个city college 所以在这个附近投资的话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OK pasadena single family homes 这边的话也一样1.5 然后listing price是在1.67 这边也是比较是sellers market的话 然后rent大概是在4400块左右 这边price per square foot 你刚才说700多是最高 你看pasadena 因为刚才的700多应该是 不是应该是condo 这个是个single family OK pasadena大概是这样 OK roland heights 这边是东边的 东边的话这边 roland heights也是蛮多人会很喜欢的 尤其亚洲人很喜欢住在那边 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些亚洲市场 这些的 这边的话 我觉得这个gap还蛮大的 85万 但是实际上listing price是这个1.1 这边的single family是3800块钱租金 还OK 我觉得在加州3800左右的single family 都算正常的 然后 对 roland heights的话有很多的一些condo啦或apartment 但是那些的话除非你是整块买下来 要不然的话我会建议买single family还是好一点 所以我没有放condo的information 好 San Gabriel的话 这边是condo跟town home 这边是一个mill new listing是在一个mill左右 然后listing price是这个9.5 所以他这边的话是seller's market 然后2300是大概rent的average rent price price per square foot也还OK 所以有很多人 San Gabriel蛮特别的 他有他的地区 有一些房子在San Gabriel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去Temple City的学区 或者是甚至可以去到San Marino 非常非常好 我现在讲的是非常好的学区在南加州我们这边 所以他的这个房子的这个range就是会有一点大 因为depend on那个他的房子的location 他的学区可以去哪里 所以有一些人在Arcadia觉得太贵啦 San Marino也觉得有点贵啦 可以选择San Gabriel 然后这边是San Gabriel的single family 在一个多mill左右 然后价格也是在3600 而且你看果然房子非常好买 因为我就说他的他的位置很特别 是可以去有两个就看你的房子在哪里 他有两个非常好的学区 这边是62 但是这些可以去到好学区的San Gabriel的房子选择不多 对 而且他们的价格跟在普通San Gabriel的房子 价格是相差很大的 对 是没有错 OK Temple City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 Temple City我也拉了一下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Seller's Market是73 主要的是你看 我其他都没有讲inventory 你们如果要看inventory可以去看 但是我要特别point out Temple City的inventory condos两个 OK 所以这边的话 它的listing price跟这个也是这样子 所以它实际上的这个价格 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啦 讲价或什么的 所以也可以秀出来在这边 Seller's Market 所以如果你有房子要在Temple City卖 非常好买 很快就卖掉了 OK Temple City的single family的话呢 就比较interesting了 它这边是高是1.7哦 这边是1.1 差不多 其实没有差很多 680块 inventory是大概21一个 也是非常的少 因为你compare到其他的city啊 至少最少都有like90 或者是100多 这边的话只有21 所以他的房子非常非常的少 3500是他的rent 然后最后这边是walnut walnut的话我也没有拿他的condo的这个price 主要是因为walnut也是single family的home 我会建议比较好去做一些投资啦 1.4个mil 568也是一个seller's market 然后rent大概是在4000块左右 OK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market trend的部分哦 那 我看一下 OK 还有什么 就是 你觉得就是看到这些trend 有什么样 就是跟我 其实我看到这些trend啊 或这些数据啊 就是跟我想象 跟我们前几集讲完的东西 其实也差不多 Right 那也可以回答到大家的一些关于 现在应不应该投资啊 价格是不是会跌啦 这些的问题哦 我觉得看到这些的话就是 至少暂时应该是不会 哈哈哈 你觉得呢 我们做这个market review给大家 就是想让大家更加了解现在房屋市场的一个趋势 就比如说刚才看到了有很多的华人地区 其实它的inventory它上市的房子很少很少 所以就基本上就会explain到为什么有些地方价格 就算等啊等啊等啊 价格都一直在上升 没有下降的原因 我觉得这一集的episode非常的多的干货 可以第一次买房子的客人也好 准备要投资收租的客人也好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 嗯 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观念 我想要就是讲 就是我觉得房子啊 真的没有一个百分之百perfect的房子 然后有一些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 就是我们讲的 你有一些房子大概match你的主要的几个 比如说前三个最大的criteria 我觉得就是那个 那当然钱可能是其中一个啦 然后你可能几个family member 或者你为什么 如果你不是first time homebuyer 你是要从另外一个房子搬到这个房子 那你的搬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那你去找到这一个房子 就是那就是你的三大理由嘛 然后剩下来的话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找一些比较便宜一点点 比你budget再少一点点的房子的话 你甚至用这个价格的价差的部分 去把那个房子renovate成你想要的样子 我觉得比你一直等 说啊这个也不喜欢 那个也不喜欢 那基本上没有一个房子 会百分之百符合你想要的样子 所以还不如买一个稍微价格低一点 然后还是在你budget里面的 然后这个中间的价差你去做 那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 那就是因为我就不想要麻烦 我想要可以move in ready turnkey什么的 可是就算是那个 那也是别人认为你想要的turnkey的样子 也不是百分之百也许会符合你想要的 我真的觉得看这么多 我觉得没有百分之百符合自己心里面想要的那个样子 或者甚至材料 你可能看到了 哦这些都很好 哦这个材料这么cheap 这么 所以还不如自己去 对不对 去把它打造成你自己梦想想要的 然后如果在你的价格可以符合的状况下 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要保持一个比较open的一个attitude 选择去买特别是第一栋房子 嗯 那所以今天的market trend呢就到这边咯 然后呢我们每一个就是每大概三四个礼拜 我们就会做一次market trend的这样子的一个review 让大家知道 哎现在跟上一个月比又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别呢 那大家就会更知道房市 至少加州的这个房市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们提供有问题啦 或者是有任何的意见啦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处 然后如果你是在apple 或者是spotify啊什么google啊 whatever你的用的那个平台 可以给我们一些好评五星好评 please youtube也给我们按赞 ok 然后分享出去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